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六日晚举行了盛大的迎圣诞活动 吸引了包括华人在内的数百名居民聚集在蒙市巴恩斯公园的露天舞台 感受圣诞的快乐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圣诞的喜悦 当天晚些时候 背着圣诞礼物的圣诞老人乘坐着礼宾车的到来 引起了全场小朋友们的一片尖叫 他们争先恐后的上前与圣诞老人合影留念 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个个心仪的圣诞礼物 蒙市议员吴学儒在致辞中表示 他生在加拿大 从小就见过下雪 和太太结婚后来到了洛杉矶 没想到在四季不下雪的阳光之城 也能在圣诞节期间看到雪景 这让他非常激动 他祝蒙市居民圣诞快乐 和家幸福 露天舞台除了学生仪仗队的表演外 还有当地学生艺术团体的大合唱和歌舞表演 把迎圣诞满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乔报记者高瑞12月6日蒙特利公园市报道